广告是市场营销的重要手段 游戏市场也是如此 由于种种原因 中国游戏市场很长一段时间都游历在世界主流之段 我们小时候能够在电视上看到的只有学习机和VCD广告 后来又是皇城决战有你的师姐 但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 国外的电视广告上就能看到纯粹的主机和游戏广告了 这期的社长说 我们选了这40年来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游戏机广告 一起去看看过去常玩的游戏 在广告里是什么样子 这些广告或构思巧妙或中耳雷人 有的无厘头 有的让人看得不舒服 不过连着看 也是可以见证游戏产业的发展的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 全美最火的家用机是亚达利的2600 仰仗着市场占用率高 粗制拦造了不少游戏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两个广告 曾经在美国电视里狂轰烂炸 代表了亚达利当时很看好的两个大作 DT和吃豆人 前者产了400万套 后者嘛1200万套 接下来的亚达利冲击 大家都知道了 大量的劣质游戏和家用电脑的冲击 让北美的游戏市场陷入萧条 直到红白机进入市场后 事情才有了转机 红白机美版的缩写是NES 1985年在游戏机的一片畅衰之声中发售 暂时逆势而上 营销方面也是花了不少心思 在它的第一个商业广告里 镜头更多的是对准这个机器人配件 在宣传上强调产品的玩具属性 淡化游戏机概念 避免勾起美国人的伤心往事 而美国人纠结一番之后 也就跪在了麻利奥大树的十六群下 NES顺势横扫美美 风光无二 他们的每部广告 都有一个霸气十足的口号 翻译过来就是原理与你同在 去年限量发售的迷你经典红白机 广告里再次出现了这句话 Gameboy和SNES在北美发售时 分别在这句经典的口号后面 加入了 任天堂曾经的北美官方杂志 更是以Nintendo Power命名 可见这个广告语 在当年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那些年的北美镇天堂广告 有个特点 就是喜欢把游戏的场景搞得很暗 然后要么角色穿越到电视里 要么游戏角色穿越到房间里 再配点惊悚的音效 可能是觉得美国人好这口 还有一些广告 社长就完全理解不了了 比如这个Gameboy上的麻料医生广告 让社长看得是一头雾水 同期的日本广告会朴实传统一些 像红白机的第一个广告 基本上就相当于使用桌面 而游戏广告 大多是用游戏画面表现 也有像洛可人这种做动画的 用真人出演角色的不多 火焰之文章这样的西方魔幻题材 算是比较例外的情况了 任天堂一家日美独大的局面 在80年代末遭遇了挑战 世家率先推出16位主机MD 美版的名称是Genesis 为了让自己显得很酷很成人 不像任天堂那个家庭玩具的形象 当时世家借助自己的阶级优势 在北美策划了一系列 针对任天堂的攻击性广告 比较著名的是我们看到的这个 Genesis does what Nintendo 意思是我这有的阶级游戏 打开明星啊什么的 你那都没有 这个广告战略对于喜爱街机的 美美人民起了点作用 但真正让MD大风大子的 还得是1991年推出的索尼克 高速狂野非常酷 和美国人的胃口 Sonic推出两个月后 任天堂的SNES 带着麻料领先的一大波游戏 干到北美 这场上世纪著名的主机大战 正式拉开序幕 任天堂最初用的品牌口号是 The best player 后来觉着听着太软 没法对抗世家的攻击性 索性一改之前传统温和的作派 只用新口号 Late Law 充满清晨叛逆 主攻十五六岁的小男孩 世家在SNES一诞生就策划了 针锋相对的广告系列 Sigas Greening 打SNES上的游戏 直接拿来和Genesis对比 像这个广告呢 里面的一个店员一直在推销SNES 但买家坚持认为Sonic很酷 只想买Genesis 画面下方更便宜的标价也很醒目 而这个广告把Sonic比作F1 把马辽赛车比作老爷车 日本市场表面上看就没有什么激烈了 我们过去玩过的经典超人游戏 很多都在电视上做过广告 有任天堂的传统风 也有世家的搞笑风 时间原因就不放太多了 大家可以怀念一下 在海外大场厮杀期间 我们来插播一下中国玩家的童年 刚才的这句开机语音 是唐老鸭的配音演员李扬 在1994年给小霸王录的 按一些资料的说法 小霸王当年斥资200万 打造有声商标 目的是帮助消费者买到正品小霸王 现在来看 这事多少有点无间道 我们都知道小霸王自己 就是山寨了任天堂的红白机 1993年 小霸王第一代学习机上市 推出广告开首歌 1994年第二代学习机上市 推出两部成龙出演的 妄死成龙广告 再加上后来的玉星VCD 获得世家MD授权的 新天力VCD等等 这些套着多功能壳子的 游戏机广告 现在都成了我们的 经典童年回忆 1994年11月22日 世家再次领先业内 推出了32位主机 普京 打算延续MD的成功 然而仅仅过了10天 游戏圈就迎来了 新的大玩家 索尼 PlayStation本身的成功 社长就不多说了 在营销方面 索尼依靠多年 经营机店下的高科技 高品位 青年杀手的品牌形象 体现在他们的广告中 就是设计感 这句著名口号就此诞生 当年PS上的大作不少 他们的广告 也的确做出了大作的气氛 但是大作之外 有些游戏的广告 设计的太前卫 看上去有点出戏 比如这个浑身挂满泡泡的美女 社长我还以为是什么美女游戏 结果 任天堂的N64 是这一代主机出现最晚的 但它直奔64位处理器 在北美还用了一个 非常强势的头号 Get in or get off 直白点翻译就是 不玩就滚 这一代主机大战中 世家土星起步最早 混得最差 他们寄希望于下一个世代的竞争 于是土星后期在日本市场 策划了两个主打平民化 亲切感的广告系列 其中之一就是世家三四郎 在设定里 世家三四郎是个中年中二柔道家 刻苦修行 人生目标是引导世人走向土星之道 前期的广告一般是几个年轻人 在打棒球或者低听这类常规娱乐 接着世家三四郎出现 给他们一顿海扁 喊一嗓子 快去玩土星 最后贴短游戏介绍 后期基本是采用恶搞家游戏介绍的形式 扮演世家三四郎的是 假面骑士初代的扮演者 腾刚红 他去年在NHK大和剧《真田园》中 出演了本多中盛 世家三四郎的硬派风格 切动了日本人奇怪的嗨点 提振了土星支持者的士气 他的形象也成为了游戏圈的常客 最近一次出现 是在去年的游戏《交叉领域计划》中 最后一集广告里 次世代主机DC研发成功 世家三四郎舍身帮DC团队 挡住了神秘人发来的导弹 象征新老交替的完成 之后世家又推出了唐川专务 代替世家三四郎 成为新的品牌广告系列 唐川专务共有八集 世家在广告里又一次 直接放了竞争对手的机型 但这一次不是攻击 而是自嘲 由世家当时的执行董事 唐川英一本色出演 和著名男星龙泽秀明 一起表现公司执念上代的败机 奋力推广DC的立志形象 虽然现在来看DC到最后也只是一位悲剧英雄 这也导致世家退出主机生产领域 但是它上面的诸多大作仍然闪耀着光辉 至今被不少游戏爱好者金锦有造 进入21世纪 随着NGC PS2的推出 还有新玩家Xbox登场 这一世代的主机大战正式开始 网络宽带技术的发展 让电视机不再是视频广告的唯一载体 而广告制作手段的丰富 也让内容的表现手法更加多样 富有创意 比如我们刚才看到的几个NGC广告 这种表现力在上世纪是很难看到的 PS2发售前做了八天倒计时的系列广告 用平淡简约的日式手法 暗示索尼游戏文化的日常渗透和大众期待 我们前段时间看到的 十人的大舅倒计时广告 也是采用了同样的手法 PS2上依旧有不少富有日式幽默的广告 除了这些 索尼也做过很有艺术价值 某一看不知道想表达什么的广告 将PS2的创意广告删 在2003年拿了40多个广告界奖枪 Xbox的文字 也在2002年和2003年 拿下了20多个奖项 有些精心设计的广告 似乎前卫过了头 让人不太好接受 同样是Xbox 他们在入局初期搞过一个很雷人的广告 后来被禁了 原因是露出了男人的裸体 这个广告的主题很简单 人生苦短 稀释行乐 不过社长我呢 是没有从这个广告里感受到什么快乐 绝大多数背景的游戏广告 都跟性 暴力 还对女性的不尊重有关 像是赛车游戏JUST的广告 对女性非常不尊重 活该背景 很多掌机广告都策划得非常不错 比如上图这个GBA SP的经典评定广告 可能不少国内玩家都看过 PSP的这个Get Your Own系列也非常传神 但掌机广告也是被禁播的重灾区 比如PSP的这个广告就出现了儿童暴力 甚至让白人男孩先守黑人男孩 政治相当不正确 性暗示的例子 可以看看2005年的这个GBMicro广告 但凡看个动物世界的朋友 对这个画面应该都不陌生吧 2004年 任天堂的新掌机NDS 在北美使用Touching is Good作为口号 推出了一系列广告 着重体现NDS创新的上下评功能 在西方人眼中 这个口号有很强的性暗示 当年就有商业评论指出 任天堂在尝试开拓更为年长的用户群体 事实上任天堂的确在这样做 在日本 NDS开了不少女明星代言的游戏广告 这些广告并不单纯的迎合男性用户 而是要表明游戏其实也是适合女性玩的 节奏天国就是其中的一个经典例子 2006年WE发布 任天堂在各个主要市场都推出了风格类似的说明广告 用来表现WE丰富的游戏方式 他们的市场目标明确地指向了成年人乃至中老年 角色们爽朗的交融 亲朋好友们汇聚一堂的开心画面 给观众带来了很强的幸福感 现在再来看看这个市场策略 才是非常成功的 不过这类其乐融融的广告 也会混进不和谐的分子 他毫无悬念地背进了 刚才说了很多背进的广告 但是也并不是所有背进的广告都让人反感 我们都知道Xbox 360有着同期最出色的网络服务 但这部推广网站的创意广告 竟然不能在电视上发 据说是因为人们彼此拿枪对射 这个暗示比较危险 索尼为深深来迟的PSN 打造了不少富有创意的广告 日本市场有不少搞怪的广告 都很有意思 其中社长最喜欢的是哈里森福特 为PSN独占游戏神秘海域3做了广告 老前辈印年纳琼斯给德雷克做评价 这代以后不低 北美方面 PSN中前期索尼使用Play Beyond作为口号 并围绕他策划过一个很有逼格的广告系列 白房 但评论家们表示 这个系列给人的体验太过消极 被动 投降 不能刺激消费者的购买欲望 特别是有一集里面的玩具婴儿有点惊悚 看了这广告 反正我是真不想买了 后来索尼启动他啥都能干的战略 搞了个更接地气的广告系列 凯文·巴特 主要形式是索尼各个虚拟岗位的高管 回答玩家的问题 间接表达PSN的强大 当然了 这些高管都是凯文·巴特勒一个人 最后这个系列被证明非常成功 拉动了PSN的销售 据说角色扮演者Jerry Lambert 后来因为在普利斯通轮胎广告里玩V 直接被索尼奉杀了 VU PS4 Xbox One的时代 就是我们如今所处的时代 社长已经没有必要再和大家介绍广告了 宽带的普及平台的多样资讯的发达 让中国和世界游戏产业的联系更加紧密 而传统广告在市场营销中的作用 也从单纯的推介信息 向着传递品牌理念转移 我们看到Switch的广告延续着V的快乐聚会气氛 Cats 4的系列广告 依旧是古灵宾馆 魔性万筹 大家现在看广告 更多的时候是在欣赏广告的创意本身 潜移默化地接受一种抽象的企业认知 感受游戏行业本身沉淀至今的底蕴 如果用30年前的广告表现现在的游戏 会是什么样子呢 有网友把塞尔达传说荒野之息 塞进了1987年的初代塞尔达广告里 让我们用这段广告作为本期社长说的结束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